西游之前的阴谋,邓祖的奇幻真诚。 在远古的天界,有一位名叫邓祖的修士,他博学多才,精通各种法术。 然而,虽然邓祖的实力非常高强,但他始终感到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。 一天,邓祖在静修时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菩提祖师。 菩提祖师身穿一席绿袍,眉目如画,气质超凡脱俗。 他对邓祖说,小子,你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地,但你的人生却依然仿黄。 为了更高的境界,来做我徒弟吧。 我将教你真正的道理。 邓祖眉头为皱,拒绝了菩提,不,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。 西游并不简单,我有我自己的计划。 他这样回答,心中却对菩提的提议产生了悬念。 西游之路,传说中的奇迹,让他无比好奇。 然而,邓祖的拒绝并没有让菩提气美。 他微微一笑,似乎早已预料到邓祖的反应。 随后,他给邓祖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宝盒,并告诉他,这个宝盒里藏有你未来的命运。 你若想明白自己的路,便打开它吧。 邓祖心中一阵激动,当他打开宝盒时,里面却只是一片金光闪烁的迷雾。 他好奇地注视着迷雾,突然间,他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自己吸入其中。 他的世界瞬间变得混乱而黑暗,当他再次醒来时,已经身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。 这个世界,与他熟知的天界截然不同。 四周的景象奇异而诡诀,天空中飘着的云朵是紫色的,地面上则是奇异的植物。 邓祖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西游记的世界中,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古老的神话与传说。 他很快发现,这里的故事正在进行中。 金蝉子化去修为变位唐僧,猴子被困在五百年的牢狱中,天蓬投胎成了猪妖,杀僧化为了妖怪,白龙变成了白马。 邓祖对这些故事情节感到非常震惊,却也感到兴奋,他开始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。 邓祖了解到,这个世界的西游并不是那么简单。 每一位角色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动机,而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被菩提祖师安排得紧紧有条。 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漩涡中,而这一切似乎都与菩提的计划有关。 在这个过程中,邓祖结识了一位名叫花霞的女妖,她拥有极高的智慧和超凡的能力。 花霞告诉邓祖,她的族人被迫成为了菩提的棋子,而她自己也被困在了这个阴谋之中。 邓祖与花霞联手,开始揭示西游记世界中的真相。 他们发现,菩提祖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操控西游的各个角色,来达成一个更大的阴谋。 原来,菩提祖师的计划是要利用西游世界中的动荡,来实现她自己在更高层次上的利益。 邓祖和花霞的冒险充满了危险与挑战。 他们遭遇了各种妖怪和陷阱,但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气,成功破解了一个又一个谜题。 他们发现了菩提祖师的真正目的是要掌握这个世界的所有力量,并且将所有的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。 最终,邓祖和花霞成功找到了对付菩提祖师的方法。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揭穿了菩提的阴谋,让西游世界恢复了瓶颈。 菩提祖师的计划被彻底挫败,他也因此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掌控。 邓祖在这次冒险中,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 他明白了,真正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外在的修为,更来自于内心的坚持和智慧。 西游之路虽然充满了磨难,但也是一条充满希望和光明的道路。 故事的最后,邓祖站在西游世界的边缘,微笑着看向远方。 他知道,自己已经完成了这次奇幻的真诚,并且找到了真正的自我。 他与花霞告别,回到了自己的世界,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